這個粉紅色比較新鮮 也是一個比較穿越的路向 如果都是這期 因為剩下這個碎花的裙款 暫時未有其他裙款的加入 如果你喜歡襯裙的都可以 雖然它亮眼過很多次 同時間證明它很百搭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比較穿越的 也可以配襯超爆單的碎花裙 也可以配襯春裝 因為始終它是雪紡布料 所以撞出來的質地、質感 都是絕對沒問題的穿搭配襯 這個比較sporty 剛才配襯的碎花裙 建議配襯Rofel邊位 可以將一個比較lady的元素 打入穿搭裏面 我現在這個比較casual 所以可以這樣反折進去 做一個T-cut的style 比較型格或隨意 這個粉紅色的printy 大家都可以看看 帶一點微微的反光效果 是一個很oversize 寬鬆的版型 它是長袖款 薄身的質地 是長袖款式 如果這樣過 是有少少看到的 這個是春裝 薄身的質地 是長袖款式 非常寬鬆的版型 這個三腳部分 也是有彈性的一個橡筋 它在三腳的位置 左右兩邊有一個定位的 保持著索帶位的 如果放鬆了的時候 就是這樣 都是闊的 有少少波浪波浪的 也是有彈性的一個橡筋 當你想做或者 襯上lady的style的時候 想鬆腳位 可以這樣索 扭 扭 這裡的波浪 ruffle邊位 自己就可以微調 左右兩邊的定位器 定位圈 是定位圈 就可以屈上 衣服的內腹位置 可以完美地收藏 也不會覺得有兩條繩子 有這麼噁心的狀態 不好看的 這樣塞了就已經OK 很利落的線條 很漂亮 現在襯這個 比較casual 少少sporty的觀感 如果你襯紳線牙 效果會斯文一點 如果再襯一些有欠的 短膚款 就可以襯上lady一點 可以這樣拿出來 這個春裝 大家都可以看看